來,跟我過來 超大顆 你看看這個小寶寶 真的是我的寶寶 這些淺色會比較酸 很漂亮 在開始之前,很感謝你今天來收看 記得留言、LIKE、SHARE、Subscribe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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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童記 我們雅德、雷德之旅繼續出發 今天是City遊 我們正在出去City 真的整棵樹表撞到 看看這個橋的建築很漂亮 好像扭轉了 好像貨櫃扭轉了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 Aderley的City 就是這個 Central Market 媳婦 你為何不斷看著蛋糕 看有什麼吃的 它的蛋糕好像很棒 是嗎?好像很棒 有些斤子 前面就是這裏 就是Market 裡面聽聞就是混合了很多餐廳 就可以在裡面吃東西買菜 這個就是Central Market 這個Aderley的中央市場 就是歷史悠久的 自從它在1869年開業之後 都一直非常深受當地居民 和旅客歡迎 無論你是想買一些新鮮農作物 或者是手工藝的產品 還是找各式各樣的美食 這裡都可以幫不到你 這裡都有很多小攤檔 所以媽媽是即場做食物給人 這家母子很出色 有沒有好像好吃 很棒 買一個小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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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好香 那我買一個 好 先兜過去 這家真的好美 對 很有特色 煎蛋 煎蛋 好香 嗨 嗨 哇 這家是佛寶區 所以比較多食物 可以坐在這裡吃 你看這 你看這套餅 超級型套餅 看不看得到嗎 比這面大 對 真的比這面大 很搞笑 這裡的薄餅 這薄餅是食物的 不過是有雞尾 好香 哇 這間的麵包 超級型套餅 不同粉飾的麵包 這裡都有 很多都很棒 這裡的蛋糕很多 快點 嘩 你看這個葡萄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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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也是三個半 冬的就四元 超值的牛角包 四元一個 十個半 三個 這裡除了蔬菜的店舖 都可以在這裡買到肉類的 這個市場 就不只被人購物 其實它大時大節 都會做一些活動 來跟別人慶祝的 還有有時候 都會有些烹飪班 可以參加 這裡是買什麼 沙拉米的 雖然它是一個街市 但是所有店舖 都很漂亮 而且地上超乾淨 不會濕粒粒的 好香 好香 這個是 咖啡 咖啡 好像很厲害 咖啡 咖啡的愛好者 可以在這裡選擇 咖啡豆 真的有很多不同地方來的咖啡 咖啡仔 這個是Kangaroo 那個 哪個 這個 貓士咖啡 哪個是貓士咖啡 藍燈 藍燈 這個呢 但好像很多人喝 咖啡 我們要不要試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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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也會買一杯咖啡來享受 喂 Levin應該喜歡吃這個 Tiramisu 看看 嘩 這個全部都是我最喜歡吃的包 好 最後呢 我們吃了一個 檸檬 還有一個蛋糕 對呀 吃之前一定要拍照 哇 我好煩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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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點平魚 是 嗯 脆來軟檸檬味 吃吧 帶大家看一下澳洲的水果 他們很多的水果都是大大粒 肥的 蹄子好美 還好貴 蹄子是非常之有吸引的 這個是非常之脆的 這個市場真是包羅萬有的 海鮮也可以在這裡買到 魚蝦蟹 什麼都有 有啊 那另外這裡也有好幾間賣NUS的店 是比較傳統一些 還有是 只是亞得來得幼 就沒有做出口的 買完呢 他會拿個紙袋幫你再煮給你 最新包包 蘑菇仔 這個才是包 這個包包漂亮一點 喂 這個這樣那些 看我 腰壁 這間有感覺 這裡也是可以吃到不同國家的美食 那整個市場都是很多元化 但是好像不知道很大 什麼好大 這盒多漂亮 那又多便宜 10元一盒 車蹄子 有沒有蠔賣 沒有 可以少一點 哇 這裡應該都是 大鑊飯 西班牙炒飯 好像那些牌 不是 那個 Thank you 這裡的攤檔分為農作物攤檔 熟食攤 國際美食攤 手工藝店舖 還有這個烘焙攤檔 這裡慢慢走 你真的可以發覺到很多不同的小店 真的很有趣 很有特色 這裏還有一個LEGO 是這裏的街市 這個市場非常像Frickmark的朋友 都是市中心裏 有很多店舖可以買出 這個是西班牙的工藝 西班牙的工藝 你看它的紋像Churro那樣 很漂亮 對 那樣的工藝 哇 很漂亮 嗯 試試看 好 哇哇哇哇 它裏面是空心的 很漂亮啊 它裏面是空心的 是酸烘的 嗯 可以拍攝我們這麼多 好啊 YA YA 哪裏阿姨呢 YA 走過街市都走到我們這麼興奮 對啦 看這裡有倒數的 對呀 倒數的 這個 突然間又很熱 那我覺得亞德內德的天氣是比較乾一些 還有熱一些的對比Melbon 那中央市場的旁邊呢 其實就是唐人街 非常之近的 這裏就是有些很舊式的商場 好 歡迎來到唐人街 這裏就是亞德里的唐人街 就是很短的 這裏去到前一排 很遠的 那就沒有Melbon 或者是雪林 那麼大的 當然我們也不忘在這裏打開車 這裏倒是唐人街的門口啊 那今天這裏是這裏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澳洲生活 澳洲旅遊資訊 記得訂閱我 還有按鈴鐺 我們下集見 拜拜